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容易对吧 幸好我们有蔡明志老师 她是这一集节目的来宾 将活生生地把那些生活场景搬到我们眼前 从一个农家的传统居住生活空间 如何展现一整套生态系统 自己自足的智慧 解析给我们听 来咯 老师是佛光大学文化资产与创意学系组任 老师您在佛光大学几年了 今年刚好蛮15年 哇 很久 很好 老师您是成大建筑系博士 对 但其实你的研究专长在文化资产 博物馆学 文创产业文化观光等等 所以我自己一开始有一个提问 就想请问老师 您建筑系博士为什么不喜欢去盖新的 而喜欢看旧的呢 我博士班是在成大念 不过我大学是在东海建筑系 在东海建筑系求学的过程里面 其实刚进去的时候读书读的 念建筑系很痛苦 因为我们班都是怪胎一堆 那种全国美展什么第一名的都在我们班 都没去念美术系都在我们班 那所以刚开始去做设计比较 刚开始没有天分 然后每一个学期 因为我们系那个折损率很高 就是当调的比率非常高 一档秀就是一年 那所以我每年都在要被干掉的边缘 那可是后来到了 刚才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 开始学建筑史 就是从过去的建筑历史里面去学习 那时候其实读了一点文艺复兴 或是角色主义 也许是我最喜欢米开朗基罗的东西 所以开始从研究过去的人 怎么做设计 因为我觉得很棒 所以我就把以前的人怎么做设计 去研究以前的人怎么做设计 然后尝试把它运用在 我在做当代建筑的设计 从此以后我的设计在我们办 就比较前面了 对所以大家有时候都觉得 独立史好像就是老灵魂 其实我们独立史其实是为了未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过去借鉴很多 以前的人的创意跟想法 那尤其我这十几年在佛光文化资产与创意学系教书 其实我最大的一个论点就是说 我们都认为过去的人是 过去的东西传统啊 文化资产是过时的 可是其实他们当年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都是非常我们所谓的前卫 F&Gard 那而且以前的人没有Google嘛 我们现在其实最近为什么 最近设计界很常出现抄袭 因为忍不住就会去Google一下 那很自然就会不小心就吵醒了 那以前的人他其实没有这些资源 他只能靠他自己的智慧 跟他生活的智慧跟经验 然后跟自己的脑袋 然后去做创新 所以我一直认为过去的人 比我们聪明太多 有创意太多 所以我才希望说 透过所谓的现在我们所谓的文化创意 其实就是所谓的文化创意就是 或是文化资产里面的创意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俊勇的 而且很适合给我们当代人 在学设计在展望未来的时候 做一个很好的参考 是 这样子的把过去的鲜明智慧 这种东西就最好的部分 然后看见了 其实它可以一直的 那个智慧被运用下来 也就是我们最在意的事情 就是现在讲的永续发展这件事情 对 所以那种住家的东西 在鲜明的智慧里面 一直也让你觉得 哇 这些东西太棒了 如果没有保留下来太可惜了 那大概是什么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那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大概是 我过去一位老师 在古籍界非常知名 那叫洪文雄先生 我们都叫阿雄 不过很可惜 刚好20年前 就是一个意外就过世了 那我上他的台湾建筑师 其实让我印象深刻 有很多件事情 那不过其中有一项 可能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会比较契合的 就是说 因为他告诉我 我们说 我们这些学生就是说 我们在看一栋传统建筑的时候 尤其是一栋住宅 民居的时候 不要只看建筑物 因为我们学建筑很容易 就是看关注那个房子本身 他说其实 我们应该把人放进去 把环境放进去 所以当年我一直记得 他告诉我们说 所以我们在看一栋 传统民宅的时候 不能独立来看 你要把他整个 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 他是如何在这边生活的 尤其过去是原则上 一个农家一个农户 他就是要自给自主 不像我们现在 要买什么就去 我们旁边有洗户会 对面有全店 有全家就可以买 以前没有 所以我必须自给自主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假设我们以前过去 我们台湾的先民 大部分都是农夫 所以我工作的地点 我的田 绝对不能离我家太远 所以一般来讲 因为电农可能比较多 很多地主就会让电农 在自己租的那块土地上面 盖房子 所以一般来讲 我的家就盖在 我要工作的场域里面 所以要有田 这个田要耕作 他必须要有一些资源 对不对 那这个资源最重要当然是水 可能有天然的小河流 水河川 然后有水浸 那或是像桃园一些 像桃园它是台地 它可能需要有皮塘 所以我可能就有 附近就有这些环境 那再就是 我也希望我家前面 比如说我要去 我家自己要用水 那除了水井之外 可能有一些稍微有钱一点点的 有能力一点 然后可能会挖个 我们所谓的半月池 就在我们屋子的前面 会挖个半月池 对 想象起来有些 对对对 那很多我们现在列古迹的都有 那这个半月池 其实它有很多的作用 而且跟永续很有关系 那第一个就是好 那我可能附近的河川 水浸 我就顺便抓几条鱼回来 我就放到我的池里面去 所以我们风水上常常讲 叫前鱼池后果汁 前面有个鱼池 老师打个掌 前鱼池后什么 果汁 果汁什么 一样一样一样 我们会提就是果树 或是一些香氏树 这些要砍柴的这一段 那所以那个前鱼池 就是就可以洋洋鱼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不然我们在 在平原 我们要去哪里买鱼 我们现在当然是去鱼市场 在市场买鱼嘛 去大喜鱼港 可是以前没有啊 我们每天都要吃鱼啊 鱼是非常重要的蛋白质 那我当然就和水菌 和蝎 或是皮糖抓一抓 我先丢在我家 我随时又要吃 我就想办法把它弄上 又顾及营养均衡 对对对 这样我要提的 都是跟营养均衡 很有关系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一般我们的 比较多的民宅都是坐北朝南 所以你看像今年超热嘛 对不对 那所以你看水池大部分在前面 就代表它是比较低 南边嘛 所以当这个风 很热的这个南风呢 从前面吹过来 经过这个水池的时候 降温 对就会凉很多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最有趣的 这跟永续无关 我们听过两个老师跟我们讲 说是板桥林家的故事 他说他们家的鱼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是我们一般人没办法做到的 叫做洗钱 因为以前那个银梁啊 什么都运进来 有时候用酒嘛 就丢进去洗一洗 是这个洗钱哦 吓到我了 对对对 是那种洗钱 就是要洗那个银梁 这些事情 听好像不知道是不是 林恒道老先生 就板桥林家那个古迹先讲的 然后我们老师以前 都会跟我们讲这个故事 一般来讲 它也是有风水上的 那个象征意义就对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好就是说 好那刚才提到那个后果子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大概是坐北朝南 一个是抵御 后面是北 北边是北风 所以一般是坐北朝南 那我们一旦很多 还坐东北朝西南 为什么 因为东北季风 是是是 那最后一般来讲 我们后面希望 有个风水的靠山 对不对 那这靠山有一些 是真正的一座山 可是有很多是象征性的 所以我可能在后面 种一些我需要的水果 果树 那所以我吃饱饭 我就有维胜树了 所以各种的果树 所以刚才讲说 传统名载它一般来讲 就是前鱼池后果子 那后面这个果树 成林的时候 感觉上就后面 好像有一个座山嘛 就好像风水的祖山 那下来 那个龙脉下来 那种感觉 那一方面还会种一种 其实早期比较多 应该是香氏树 我们现在那个 夏天还不用了 冬天要洗热水 所以我们都是烧木材 那烧木材也一样 以前也是要自己 你每天跑到山里面 砍一砍的 所以一般可能也会在 房子的后面 会种这个香氏树 那香氏树就可以砍下来 那个小的枝芽可以砍下来 可以烧这样子 所以就形成这样一种 比如说刚才有提到 就后面有果树就有维生树了 然后有那个香氏树就可以 那个砍下来烧柴这件事情 那除此之外呢 当然我们还会养动物 养家畜嘛 对不对 或家禽 那家畜里面当然有一种 比较特别的 就是牛 我们传统世界 其实对牛非常的尊重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传统核院里面 其实会有一间房间 也许是较少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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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 会给牛住 它有自己专属的一树就对了 对 它不是住那些树 它是住在家里面 真的哦 真的叫做厨哦 对对对 而且都住大边 就是两边那边 这叫大边哦 两边那边 因为家庭一份子 里面是做生产力的 对对对 要给它好好宽在的意思 对对对 不过它不能吃 它是在帮我们工作的 所以把它视为家里面的一份子 是 那可是我们还是说 我们需要其他蛋白质 有肉类的 所以其实它在那个 比如说我们说好边那边 就是那边它可能就会 起那个地条 就养猪 那为什么是好边那边 因为养猪它会有 也会有粪便嘛 包括 加醋鸡啊 鵝啊 这些 大概都会在比较好边那边 因为我们传统核苑 传统的名句来讲 它的厕所 它不会放大边 已经是放两边那边 好边那边 就是湖边 老师我还要开小试唱一下 两边 大边 好边 这都没怎么分 这都很专业的 那是鸡胸的 我们常常讲到 龙边进湖边出来嘛 对不对 不能从湖口进嘛 那可是大家可能对于左右会有点混淆 那以传统汉人来讲 左右是以你站在或坐在房子里面往外看 就是以房子为中心往外看 所以你往外看的话 左手边就是龙边 所以大家看到庙 你要进去 那个前殿要进去的时候 那个会有那个泥塑啊 或是叫纸桃啊 有画龙的 苍龙轿子的 那个就是龙边 可是我们一般都是站在房子外面往里面看嘛 所以大家都说要左右边 可是以传统汉人来讲 其实左右边是从家里面往外看 用站来看 所以要从那个 我们看外面的话是从左边进来 这边是龙边 然后它是左尊右背嘛 所以都说大边 哦 左尊右背 然后大边就是这左边就对了 对对对对 所以一般厕所都会放在湖边 因为湖边就是 感觉上就是有白虎杀嘛 然后可能就比较 因为每个房子都有比较重要的空间跟比较不重要 或是认为我们讲险恶设施嘛 厕所就是险恶设施 它就会放在湖边的那一边 所以厕所会放在湖边那一边 然后厕所当然是人生产的粪便嘛 那动物也会生产 所以就会一般都会在那一边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养了猪 我就养了鸡鸭鵝 所以我就有白肉 原则上是白肉 就肉类蛋白质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会种另外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吃了 饭后水果吃了 鱼类蛋白质 肉类蛋白质都吃了 因为我们种甜嘛 所以淀粉也有了 米也有了 那还缺什么 没缺了啊 有有缺一个 你没吃就是会便利 打不出来的 纤维类的 对对对 要种菜嘛 种菜的话原则上 我们都是用 我们现在都是用肥料啊 然后跟农药嘛 对对 双药其相 可是以前的人当然不是嘛 他当然就是会运用 这些动物跟人类的粪便 然后去做所谓的堆肥嘛 肥料 所以一般来讲 比较多也会在比较偏湖边那边 所以这样就有所谓的蔬菜类了 这样我们营养才会均衡嘛 是 这样子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样每天要吃的东西 大概都有了 可是我们回来谈那个米这件事情 那米我们那个收割完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晒骨 不是说是晒骨吗 要爬签嘛 晒骨 对 那晒骨一般来讲 就是自己的那个点啊 然后要去晒嘛 那所以我们常常讲 我们那个都有那个大道堂嘛 大道城 那个城呢 其实它一定会稍微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注意过 其实它会有点隆起 宜然现在比较清楚 可能大家可以到那个黄轩仪那边 就仙女那边 他们那个游阿嬷战 前面最少有九个隆起 我有看过呢 对对对 那真的好特别的 它真的就是突出一块 以为是地不平 对对对 没有没有它就是让它骨是放在那边 然后它如果有水分 就会慢慢往两边 那个比较低的地方就流 然后之后再日晒嘛 所以那个也是鲜明的智慧 那个部分 然后切磕料意就要做 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比较少啦 现在会有那个车轮本嘛 骨仓 骨仓 家庭化的骨仓 所以骨仓一般来讲也会 现在彰化像秀水那边还有一些民宅 其实它很多民宅那个就是骨仓也都还在 那个骨仓也是用我们最常见的这些材料 像竹子啊 然后敷这个灰泥啊 就可以做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这个米我们就可以吃 就是说当然大部分都要送给地主嘛 然后剩下的就大概也可以自己够吃一年 那这样的话就是 所以这样的话它这样整体谈起来 它才是算一个比较完整的民宅 那在宜兰又不能说只有宜兰 其实它很多地方也有 只是宜兰最清楚 因为我们有东北季风跟台风 所以我们其实外围还会有什么 就房子外围其实还会有一圈竹子 我们说的竹围 壁骨仓 对乌鸭器它有很多好处啊 然后我们再提比如说 对公厨 我可以拿来盖房子 当然我们有对乌鸭 当然就是会挡这个风嘛 因为那个竹子又是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赤竹嘛 背后大家都赤竹啦 挡那个比较强劲的风 那一方面它也有一些那个 土匪比较多有火枪的时候 碰到赤竹那个 打到赤竹都打不进去嘛 因为赤竹是一个 很好的防卫的植物 所以以前清代康熙用政 一直到乾隆初期 他们都让台湾不能盖城 你不能盖砖石城 因为他怕你这边变成 我们台湾变成天地会的贼窟嘛 又有一个台湾的小 以后要打就很麻烦 所以那时候只有城门可以用砖石 像台南是最早的 所以它就是用赤竹城 我们宜兰最早其实不是九穷 九穷因为很稀疏 其实没什么用 其实最终还是竹尾 赤竹城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防卫的体系 那除此之外 竹子你看像最近季节应该又快要到了嘛 其实好多季节都有了 竹子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以前 对 除了盖方子 可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谈吃的嘛 竹笋汤吗 对啊 竹笋嘛 也是有汤吃的 对啊 而且竹笋很多种啊 因为绿竹笋 四竹笋 对 麻竹笋 麻竹笋 对啊 不同季节有不同笋嘛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像我们宜兰 几乎现在宜兰该是最清楚 因为我们宜兰是平原 然后平原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以前宜兰竹尾超多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天里面 除了绿绿的稻田之外 就是那个竹子 竹子里面 竹尾里面呢 才会有 一户人家 对 一户人家这样子 然后这竹子呢 后面是赤竹 前面可能是观音竹 因为前面不用挡风 可是要视线可以出去 所以他用比较软的 比较小的 然后美观的围族 或长自主这种围族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宜兰的职位 而且他这些材料都 弄免籍 都是附近随手可及的 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 他才是一个 我认为叫做传统民居的生态系统 原来这样 它是一个自给自主的方式 都在吃上面体现了 对对对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回来看房子 那房子最重要当然是建筑的材料 那以前我们现在要买什么 就是我们要盖房子 当然都是买房地产 那都是钢筋混泥土 钢筋还OK 混泥土就是完全不环保 那甚至我们很多材料是 碳足机非常长的 可是以前人不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以前的人他运送就运送一个比较重的材料 就是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以前大部分都是电脑嘛 那几乎都没什么钱了 以前贫富差距更大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如果要盖房子 我当然是用最低的成本 然后现成的 对 应该是说我随手 我在旁边我就可以拿 而且是不用钱的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第一个竹子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早期的建筑物 都是我们说铁公厨 铁公厨 铁公厨 竹筒厨 铁公厨那种铁公 对 不过那个次竹比较大一点 次竹比较粗 然后它比较适合拿来盖房子 而且竹子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它的 虽然它不能抗压力 可是它的韧性很强 然后所以抗压力跟 抗压力就是 如果沉重一个东西压下的话 那个会给压力 那竹子是一样 它弯得太厉害 你家房子不是屋顶就往下吗 这太厉害那就不行 所以我们要找比较粗的竹子的种类 所以一般是用次竹 粗的话可以直径到将近20公分上下 然后一般来讲都是在冬天的时候去砍它 那因为冬天的时候那个水分比较低 因为我们都知道竹子里面其实会有水分 而且会有糖分甜 所以会有那个虫会住 所以你要趁它比较干燥的时候 让它水分比较低的时候才去砍它 而且最后要去砍那个 人家说风头竹 就常常被风吹的 一个比较干 一个是它已经承受了长久的力量 所以我们常常讲建筑叫做玉粒 它已经有力量湿在上面 所以它的抵抗外力的能量比较强 我举个例子 我们宜蘭常常有台风 所以每次台风来好像也只倒那几颗 那像最近台南不是南部不是台风吗 然后台风其实那边也没有过啊 只是外围过而已嘛 它就树倒一群 因为它很少被风吹 所以那个树 就我们讲就是住在温室里面的树 就不太能抗风 没有经过安全测试的感觉 对 所以以前的人当然要找那个 有点我们讲有点千锤百炼的这种 这种竹子来当成它的建材 那竹子盖房子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 因为它材料比较轻 大家想象其实我们过去的祖先 像我是念建筑的 以前刚开始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的先民其实建筑师不会过来 就是会盖房子的人不会过来 因为以前会我们在明末清初开始 有人我们的祖先移民到台湾来 其实很大的原因是饥荒 饥荒的原因 那饥荒如果我是建筑师 我到内陆去我还有工作啊 我种田的就是饥荒就是田没种好 没办法种好吗 我去内陆有用吗 我又没田 所以我们的祖先才会宁愿冒着风险 然后来到台湾 然后当然还是做跟它一样的行业 所以我意思是说 以前盖竹子的这种房子 其实一般来讲 只要两个人就可以了 两个人就可以了 因为在公厨里面要去 不是我们说像一根一根柱子立起来 没有 我要做主要最重要的是 侧边的两道墙壁 那这墙壁其实他们很简单 就是爸爸带着一个刚成年 盖16岁的小孩 因为其实为什么带16岁 因为他准备要成家了 他可能要帮他盖一栋新房子 自己也要学着怎么盖 其实有点老爸盖着他盖自己的房子 一个大概30几岁带16岁的 然后就去砍竹子 然后砍好之后呢 他们会怎么盖两边的 有三墙的这个侧墙 现在就是把当柱子的竹子 就铺在地上 都放好 然后要衡量 衡量也就是先把它放好 摆好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 柱子跟衡量之间 要挖洞 所以就开始插洞 那竹子 所以他只要选什么样的工具 插兜 插兜 就插兜 插兜 还有那个枣子 就挖洞用 他只要两把三把工具 就可以处理这些东西 不用我们以前那个 盖更好的木头的房子 还要用什么斧头啊 干嘛一大堆那么多工具 而且他的技术要比较好 他需要专业技术 竹子不用了 所以你又去柱子上面 然后刚才提到那个横向的 一根一根的横向的梁 那个传统 那个将是叫做 穿 因为他要穿过去这些柱子 竹子做的柱子 然后穿过去 然后穿过去之后 那就编成一个网状形状 对不对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要把它填起来 立起来 要把它立起来 这时候就需要人比较多的 所以这时候会去请邻居帮忙 所以一般刚才提到 我们要这个材料 一般是农险的时候 冬天 这个时候它水分比较低 另外一个是农险的时候 大家才有空来帮你忙 所以 然后摁起来 然后把两边墙壁 然后在正前面后面 就把它租起来 然后上面再放这个 也是竹子 你看一种材料就解决 所以以前来到台湾的时候 其实有谁会盖房子吗 都不会 所以都是用 去丢了开始 因为以前过来 也是群臭男人 男生都很小 因为女生不能过来 只要四根柱子 能够大个屋顶 所以我们一般看到很多地名 叫做什么聊什么聊的 大概那边就是最早发展的 一群臭男人也不用墙壁 就睡在 这样睡就可以了 然后慢慢就有人 有天分 然后就会发展出 我们慢慢发展出 我们自己在地的 这些盖房子的师傅 所以第一种 我们谈的材料 可能就是足构造 那第二种可能跟土 砖石比较关系的 其实像我们黄菊人栽 下面不是有软石吗 其实软石在很多地方都有用 其实这也是我们宣明非常永续的 尤其在我们讲台山县 就是客家走线 整个台山县几乎都是客家村庄 他们的地址是什么 也就是大概从三峡到东市这一代吧 软石是软的石头 不是不是 就是像蛋一样软石 软石 有软石 对 人的软石 所以其实包括河街地都有 所以以前的客家人 其实他在 因为客家人都是 在河街地或丘陵地 聚聚比较多 这跟过去他们在大陆也是这样 所以当他在这个河街地 或是丘陵地挖的 要整地的时候 就会整出很多这种软石 这些石头 现在我们已经都把它丢掉 可是他们不会啊 他们就拿来做什么 梯田的田梗 那如果传统建筑最下面的那一层 比较防水的 尤其是石头为主的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就是运用这些 好像挖出来的这些没有用的石头 可是他们还是会拿来做很多 包括刚才讲田梗 因为客家大部分都 那个有点梯田 丘陵地有点梯田 然后呢 拿来做建筑物的这个 鸡脚的这个部分 那再来刚才讲那个桃柄 桃柄也是啊 桃柄就是黏土嘛 黏土 为我们讲餐头 餐头都是黏土 所以一般来讲 这也是我随便挖就都有了 那所以以前餐头像 我们以前除了最多是 地工厨 足够造的房子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桃柄 桃柄它也很简单啊 反正师傅 你就找师傅来说 我们要盖多大的房子 你刚才讲 我要多大的规模 然后他就帮你算 你们要几块桃柄 大概要多少 然后再阿蘇比一下 这样子 阿蘇比一下 就是不能刚刚好数量 但要多个一层两层这样子 有个Ranch在那边 好 那师傅就跟你讲 那你就 那个开始去做土角砖 然后做好再来告诉我 分配工作这样 一般就是家里面的人做 可是 桃柄是自己做的 一般是自己做的 所以一般来讲 可是男人要去种田嘛 做事 所以一般是 因为它也很简单 小孩子又可以玩泥巴多好 所以一般是父女带着小孩子 每天做几个 因为他 你把用一个那个V刀啊 然后放进去 然后再把它翻出 翻模 就有点翻模嘛 翻出来之后就是太阳塞 然后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达到这个师傅说的数量的时候 那你再来就好了 然后就 哦 师傅就可以来盖房子了 好 而且 桃柄柱的好处 就是 它墙很厚 像我们现在刚进入泥土就很麻烦 热得要死 然后 晚上要凉了 它就开始散热 散热 所以我们到半夜 热得要死 都是这样 明明外面已经很凉 可是这个桃柄 它就是有很好的 这个 吸热的效果 吸湿跟吸热的效果 然后就是它墙壁 一般来讲都要40公分以上 所以 隔音效果也很好 隔音啊 还有包括它的那个温度的控制 也比较 湿度可能比较难 温度的控制会比较好 那所以 头靠柱其实也是我们最常见的 其实 其实我一直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 这样子 最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也是 传统建筑里面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永续概念的 我们现在房子买不起 所以我们常常只能买中古物 那在传统建筑里面 其实也有人在买中古物的 这很特别吧 以前人其实盖房子其实成本没那么高 可是还是有人要买中古物 因为他可能很喜欢别人家的房子 那刚好别人家房子不要了 所以他就说 那我可以买你的房子 听起来是一种去资源回收厂 可以买到回收屋的感觉 对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 我们台湾在修古迹的时候 其实现在有所谓的古迹的建材银行 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宜蘭 那个农校的校长宿舍 就是现在的那个宜蘭文学馆 其实他当年在修理的 在做古迹修复的时候 他用的木材就是别的日式建筑 然后拆掉之后 然后留下来的 然后呢 再用到古迹的修复里面去 我们黄举人宅也是这样嘛 船艺里头的黄举人宅 对 船艺里面的黄举人宅 也是一样 就是当然它会被拆掉 可是大家就觉得很棒 应该把它保留下来 可是又原地又没有地方让你放 所以后来先拆解 后来才决定在这边船艺中心 来把它重组 那这是一种状况 因为它那些都比较大 不可能整座班 所以我觉得其实传统建筑里面 就其实蛮多类似这种东西 还包括 其实所有传统建筑都有 那个墙壁 内外墙都有 叫做编组夹泥墙 编组夹泥啊 就是所以我们看到 比如我们传艺里面的黄举人宅 你看那个墙壁白色的 那是灰泥嘛 如果那灰泥掉了 你就看到里面 其实都是竹子 然后竹子你把它打边 然后就比较粗的 你就做横向的嘛 然后比较细的 破的很细的 就开始这样编草鞋一样 就交叉编织 然后就把它抬起头 有可能说抬起乳塞嘛 然后再灰泥 那很轻耶 而且它防草 然后它那个抗那个温度 很轻不会一吹进不起东北 因为它被固定在 那个木头的框架了 对对对 它轻有什么好处 其实日本时代我们经历的 比如1935年的大地震 然后其实很多那个山墙啊 什么都倒下来 就是大西老街那种很漂亮的 山墙很多都倒下来 因为其实那个山墙没有跟后面房子拉住 所以就整边 因为它自己一片墙就倒下来 可是很多真的 比如说这房子摇得很厉害 然后这个编组箱也被拉开 倒在你身上 没什么感觉 因为它很轻 而且这个是 也可以自己做 你知道有点技术你就可以做 所以刚才十几一二十年前 我开始就开始有一些建筑系会去找老师傅 然后去学这些 包括盖的工厨 包括做编组加凝墙 因为它都是一个非常环保的材料 然后它等它老了之后 可能五年或十年要换 没关系 那个也很便宜啊 然后丢了就 它就自然风化 然后就消散于天际之间 不像我们现在钢筋混凝土都消散 永远消散不了一样 是 那所以这个大概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其实 一个是我们谈那个 如果我们看 以一个传统 台湾传统名载来讲 其实我们不能只看建筑 要看它整个跟它 大部分都是农家嘛 跟它的这个产业 生态系统是有关系的 而且要跟它一天能够营养充足的 这样的所需 能够自给自足 那第二个是材料 大部分都是要用比较 在地可及的这些材料 所以因为在地可及的话呢 它的第一个不用钱 就是材料成本第一 但是它的技术门槛 可能也不能太高 所以就也要比较低的 这些工法 再就是那个 可回收 对可以回收再利用 可以回收再利用 那所以材料原则上也是 很多都是永续性的 那最后就是说 其实它还可以 我们的工法可以让你 比较大间的 你还可以拆检重组 然后不要轻的竹子 你还可以整间搬着走 搬到你要的地方 就变你家了 那我觉得这都是 还蛮有趣的 这种从传统民居 可以看到的这些 永续的这些观念这样 那希望这些 那当然现在我们比较 可能未来我们会 这些材料其实还是可以用 那可是我未来还有一种 就是木构造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现在 台湾都一直说 不能砍树不能砍树 其实林务局会跟你讲 树是一定要砍的 因为它也是一种生态循环 比较良性的生态循环 那所以我记得 应该是去年还前年 就国产财元年 所以就希望大家 开始去用这个国产财来盖 可能盖房子啊或是什么 甚至于做什么 我们刚才可能 我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 我们房子里面要用的 这些器具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小拿或什么 或是 反正家里面要用的 这些桌子要 比如说要那个什么 器皿啊 竹子做的最多 对不对 藤边的啊竹子啊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蛮多的 那这些也都是 你看竹子就可以 做所有的这些材料 那木头 因为我们没谈到原住 原住民还可以用 那个植物嘛 对不对 像那个我就碰 比如说我们葛满兰族 我们现在 那个布后社区这边 起立板这边的 葛满兰族 他们现在在种什么 他们现在在种香蕉 他们用香蕉丝 做编织 那以前我到台东去 都兰部落 那些阿美族的 他们用构树 等等 其实 我觉得这都是 鲜明带给我们很多 他们的生活智慧 而且是非常的永续换保的 那 我们以前都 读那个 现在应该小朋友不会读的 叫做鱼公遗塞 人定胜天 这个其实都是 错的观念 对 所以我们应该 要多跟老祖 那个老祖宗们 多学些 所以以上 就跟大家做这些分享 谢谢老师 谢谢 节目最后 大明有一点心理话 想跟大家说 我呢 是在中部的小农村长大 记得国中的时候 骑脚踏车上学的路上 会特别注意到 一间有竹围的三合院 甚至想象 如果住在那里 一定很棒 而现在的我 移居到宜兰 也在小农村养育孩子 附近呢 就有被竹子包围的 传统民居 里头住的长辈们 年岁大了 但是身体硬朗 还是常能看到 他们在整理环境 种田 种菜 忙个不停 如果我们对他们 做的事 感到好奇 而提问 长辈们总是 很热心的回答 甚至还常加码 赠送好听的故事 想想看 我们能够跟孩子 一起在这样的环境生活 除了觉得幸福 也是充满感谢 在听了蔡明志老师 这一集节目后 我也多了一点 看门道的资讯了 欢迎大家分享 你所知道 有关传统民居的生活智慧 可以留言告诉大迷哦 下一集是 宜兰大河流与 SDGS永续生活系列 第三集 我们将认识宜兰传艺 与在地伙伴的永续发展 实践力 千万别错过了 本系列节目 由咪咪之音 与全联善美的文化艺术基金 会联合直播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